好 我們來看台日交流 去年的9月份 中國大陸暫停了 進口台灣鳳梨世家 影響民生 不過呢 日本人感謝之前 我們台灣正在的愛心 100多家的企業 他們自發性一同來響應 認購鳳梨世家 在台上跳著俏皮活潑的舞蹈 這些原住民舞者 跟鳳梨世家 都是來自同一個故鄉 台東 在情人節前 聯繫 農糧署也特別招來大廚 一同創意料理鳳梨世家 邀請民眾情人節在家也能站過 上個月我到台東去 結果呢 我們的農家 把鳳梨世家當作食材 做出鳳梨世家的田補辣 我在當場吃了以後 當時跟我在場的 還有外國朋友 大家都驚為天人 中國大陸去年9月 暫停進口台灣的鳳梨世家 衝擊到農民的生計 不過日本人感念 台灣人之前贈災的善舉 集合了152家企業 響應採購台灣的鳳梨世家 展現了台日友好關係 也為農民加油 日本的這個企業的採購 他們是基於11年前的311 大海啸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對他們的善意 以及捐款 所以爭先恐後的 跟去年的鳳梨一樣 今年的鳳梨世家 他們也是踴躍的來訂購 所以我們往後 大概在日本方面 可以在倍數成長 目前是58.5公噸 那我們相信可以突破 110公噸以上 農糧鼠為了確保農民的收益 也特別舉辦了鳳梨世家 創意料理的影片針見活動 希望民眾透過購買鳳梨世家 用行動替農民加油 也藉此緩解了農民的生計 南京衛視 秋前陳怡軒 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看一下清明者子豪